是最低 所以他们的年轻人确实少了 但年轻人确实还是非常高的失业率 有很多人认为就是说 中国的经济发展到时候会遭遇一个叫做资源瓶颈 人口越来越多会加剧这个瓶颈 对于这个逻辑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纯粹是个悖论 世界上没有国家在经济发展当中碰到一个资源瓶颈 至少在近代经济发展史上 经济理论上有个叫资源诅咒 反而是资源丰富的国家 它会碰到一个资源瓶颈 这听起来好像是个悖论 实际上语言不是悖论 你去看贪腐的程度或者社会发展水平 它都是跟资源是成反比 也就是资源越多的国家 它的收入第一是波动很大 就是资源价格好的时候 它这个收入很高 资源差的时候波动很低 第二就是政府的话 它实际上是不思进去 因为它靠买资源就可以赚很多钱 它不是需要加很多税 所以也不需要对公民负很多的责任 所以它的政府的贪腐 或者是社会发展水平都是弱的 所以实际上是个负负比 你这些思想观 我还很担心一个问题 就是人口政策开放了之后 会不会造成一个现象 就是城市居民生育率 还是保持较低的水平 但是农村居民的生育率突然提高 大量的新增农村人口 得不到良好的教育 会产生一系列的社费问题 会不会存在这种现象 现在实际上这个政策是倒过来 因为现在实际上 中国之所以为什么还有 1.3 1.4的生育率 是因为农村 它并没有实行严格的 一胎化政策 实行一胎半的政策 或者一些少数民族地区 它是实行两胎 就是放开的政策 所以这种事实上 反过来是歧视人口 城市人口的这个生育政策 那如果完全放开的话 那歧视同仁的话 可能对城市的这个人口 会更有帮助 另外一个就是说 实际上现在的 虽然说中国的城市化率 是50% 同级来说 但是如果看下年龄来分的话 那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80%都是在城市里工作 那可能大家倒过来 就是80%的老年人 还留在农村 所以实际上中国城市化率 如果按照生育人群来说的话 已经达到80% 所以为什么说 这也是为什么 中国的生育率会继续下降 因为农村的人的生育 关键跟城市率差不多 那完全放开以后 同样在城市里的人的话 现在看来 实际上是相对收入高的一些人群 反而生得多一点 大家都听到这么 这个富豪生很多 那当然这是一条不完全 但确实是就是 你生活相对稳定 收入比较高的人 他有能力 或者是有这个意愿 去多生一些小孩 反而在城市打工的 或者是这个比较低教育 低收入的人群的话 他的生育率也不会很高 所以你说的这个问题 其实不是个问题 那若想废除计划成育计划 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一些利益集团 比如说计划部门 他们计划成育计划中 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比如说社会抚养费 您觉得冲破这层阻力 主要是通过什么方法 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最大的阻力 因为计划人员的话 一共也就几十万人吧 中国县政府有足够的财力 去安排这些人 做一些其他更有益于社会的事 所以应该不是那么大的问题 除了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外 您觉得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阻力 我觉得这个还是个认识问题 以前经济学家发的声音不多 这次经济学家也一起提了这么一个呼吁书 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 也认为对中国长远经济是不利的 现在媒体关注的越来越多 民众现在也逐步关心这一点 决策层政府现在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现在从媒体开放来讨论这个问题的程度来说 说明决策者实际上已经是开始在考虑这个问题了 那跟前几年还是完全不一样 和开害还是个认识问题 我想请您预测一下 就是假如我们人口政策开放 会朝着什么样的图鉴开 是一下子全面开放呢 还是一个区域一个区域一个省慢慢地开放 当然我们认为应该是完全地开放 立刻就开放 当然具体实施起来可能没有这么乐观 因为大家包括决策层有个逐步认识的过程 实际上全部开放的话是最容易实施的 因为不用牵扯到地区之间的差异 也不用取消再搞什么证啊审批啊 因为这实际上是带来很多的 其他的一些负名的效应 那完全放开的话 你只要是在中国出生的人 就可以享受同样的这个户籍 或者任何这个效率的待遇 是最合理 是最容易实施的这么一个政策 具体当然它到底是放到什么程度 能不能达到这么一个 立刻改变的这么一个认识 这么一个高效率的执行的程度 那个我们也很难知道 最后再想让您畅想一下 假如这个政策放开之后 中国未来将会呈现哪一种局面 这个就是很好了 至少有社会的一个负担给去掉了 政府少干了一件事 至少在这个方面的话 至少是跟国际接规了 也不会有任何人权方面 在勾病中国这样的问题 然后这个也不会这么多人 拿着这个作为借口要移民 或者香港人也不会说 这个怎么这么多大楼人来生小孩 就解决很多很多这样的社会问题 男女比例可能会立刻 也会恢复正常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好处 而且老实说应该是有能力的家庭 剩三个小孩 也是非常值得 这个不能说鼓励吧 应该是值得让大家认为 是一种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现在这个所有的人都没有兄弟姐妹 将来他们的一代 连叔叔阿姨都没有 这个也是非常不正常 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事 所以很多东西都能够恢复恢复正常 这三十年做了这个一代政策的话 有很多东西都被扭去了 那这个要尽快地把它恢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